今年七一回歸 民陣除了發起大遊行之外 並會在中環集會為佔領中環預演 另一方面 由建制派團體組成的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就宣布 將會在30日起 一連三日舉行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委員會主席鄭廖堂強調 舉辦慶祝活動是恆常做法 絕對沒有針對性阻止市民參與七一遊行 慶祝活動是我們每年都搞的 只不過形式每年都有不同 這些慶祝活動 你看一眼角色其色 沒有任何針對性 搞我們自己的事 這是我們自己認為 七月一日是回歸的人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一個這麼重要的一份子 我們就是參與其中 和以往不同 今年舉辦慶祝回歸啟動禮的地點 由大球場 而至天馬公園 時間都由朝早改為下午開始 和民陣的遊行時間相約 鄭廖堂說 相信不會和遊行人士發生衝突 我相信我們不會衝突 真是這麼不幸運 有衝突 這是警方的責任 我們維持不了 香港是一個多文化的社會 其他人搞的活動 我們就不需要太多的理會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理念 但是我自己的一個大原則 就是香港有一個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就是人人都要守法 另外全港各區工商聯會 旗下近一千個商戶 都會在七一當日 提供低至五折的救物優惠 聯會指七一是公眾假期 商戶生意較為淡靜 所以推出優惠 希望達致雙贏 香港公文電視記者 王家林報導